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 我是Rose,时间下 我们一起读圣经历代之下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历代之下第32章 32章呢,还是讲犹大王西西家 这虔诚的事以后 就是指前面西西家除去各种各样的秋坛 然后献祭 然后呢,进行宗教改革 我们说其实所谓的宗教改革 其实是复归传统 那么这虔诚的事以后 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 围困一切兼古城 想要攻破占据 有人可能就说了 这个西西家这么虔诚了 是吧 然后呢,做了这样 几乎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因为你想啊 整个的以色列都没有把秋坛去除 但是到西西家这里他除尽了这个秋坛 甚至连那个几百年的以色列的北国 是吧 以法连马纳西那边的秋坛都除了 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可是为什么 竟然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来侵入犹大 围困一切兼古城呢 这这不对呀 不合逻辑呀 是吧 上帝不是说你谁要这个顺服 是吧 谁要尽钱 然后谁就能够万事亨通吗 是吧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不有问题吗 实际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当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前进的时候 当我们大发决心要为主做工的时候 无论是在西西家的那个时代 还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你常常都会遇到什么 遇到敌人的扰乱 哎 就是你就会发现你你你你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困难 各种各样的挑战 各种各样挫折 为什么 因为因为魔鬼是最最害怕什么 最害怕有人认识神 魔鬼一听说哇有人认神了 魔鬼一发现哇有人在为主做工 那边在发光发亮了 然后魔鬼就会调集一切的力量 那么来进攻 然后试图打乱神的计划 试图改变那些啊 想为主做工的人的心意 那就各种各样的诱惑呀 各种各样的挑战呢 就就来了 这个实际上是一属灵的征战 啊 这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路上啊 在这个信仰路上 我们千万不要幼稚的以为啊 那就好像 我应该是这个神功护体 无枉而不剩 是吧 啊 那就是不 而且应该是一路高歌猛进 充满了鲜花和掌声 聚光灯 我站在正中央永远是C位 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条荆棘之路 这是一条荆棘之路 那么这条荆棘之路上 你会经常的遇到 什么恶龙猛虎啊 这个美女蛇 各种各样的诱惑啊 这个有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以强敌的形式出现 像这个西西嘉这个时候 这个 那真的是一个势单利固的犹大 是吧 面临那个 强大的亚树王 亚树王的当时真的是 所向披靡啊 那么 他把那个周边的那些小国呀 什么什么菲利士啊 什么全部都打得落花流水 把以色列国灭了 也是吧 然后来入侵犹大 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啊 这个这个势如破竹 围困一切监固城 然后要攻打耶路撒冷 你要知道耶路撒冷是首都啊 来到兵临城下 兵临首都了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其他地方都已经败了嘛 对吧 那这个就是 魔鬼的力量是挺强大的 是挺强大的啊 就我们在 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啊 我们在决意把我们忠心摆上啊 献给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啊 这个是鼠灵的征战呢 没有轻而易举得胜的 所以你可能到时候你会遇到很多 比如说可能会有人呢 诽谤你呀 是吧 哎 这可能会有人呢 这个来阻拦你呀 是吧 甚至可能可能你的家庭呢 于是后院起火呀 或者是你的身体出现什么什么问题 或者你的精神上出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或者是啊 你的这个这个事业啊 所谓的是吧 出现问题 长久的停滞不前 你你挣不到钱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 都是会遇到的 那么在经历这些的时候 你是选择 哪一个方向 你是选择倚靠谁 就非常重要 事实上我们呢 通过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啊 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 在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 他就选择 倚靠神 而有些人在遇到这个的时候 他就选择什么 倚靠人 是吧 是不是我这个神不行呢 是吧 那我就不不拜耶和华了 我拜别的神吧 是吧 或者说 哎呀 光有耶和华好像还不行啊 是吧 我得去跟埃及结盟吧 是吧 我得去跟以色列 北国的那些结盟吧 等等等等 然后 一拜涂敌 拜了再拜 落花流水 甚至是吧 这个死了 有些犹大国王 死了都不能埋葬到坟墓里 王的坟墓里边去 是吧 非常非常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事 我们看西西迦怎么选择的 西西迦 见西拿基利来 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 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 塞住城外的泉源 他们就都帮助他 于是有许多人聚集 塞了一切泉源 并通流国中的小河 说亚述往来 为何让他得到许多水呢 西西迦 力图自强 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 高与城楼相起 在城外又住一城 坚固大卫城的米罗 制造了许多军器 盾牌 设立军长 管理百姓 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 用话勉励他们 说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弊 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征战 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迦的话 安然无惧了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你看这个西西迦 他在面对大军强敌压境 这真是假光向日金灵开 黑云压城城一催 真的是 他怎么样 他非常的坚定自己的信念 那么 但是 他并不是说 这个 我就交给上帝了 我就什么都不做了 然后我就躺平了 是吧 等着上帝来给我把一切都完成 他并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们在 与这个敌人争战的时候 我们是 做神的 这个军兵 是吧 我们要与这个魔鬼 与敌人 与阻挡我们 传播福音的那些所有的一切 是吧 去做征战的时候 不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干 那就是 你啥都别干了 等着吧 是吧 上帝会给你 摆平一切的 我们我们也要去用我们的通明材质 我们也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是吧 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 也要努力的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有什么样的材质也要去呢 去使用自己的材质 但是你要记住 当你发挥你的能力 使用你的材质 当你去团结那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什么 是符合神的道 符合神的道路和真理 你不能啊 做违背神的原则 比如说你看 如果西西嘉要这个时候 我去寻求万元吧 去找埃及吧 那就是错的 是吧 但是你看西西嘉他怎么样 他和首领勇士商议 他和整个的啊 这个尤大的百姓们 是吧 他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啊 然后他把这些人召集在一处 然后他呢 就是啊 聚集人塞住城外的源泉 是吧 然后呢通流国中的小河 这是挖了一个地下水道 是吧 哎 然后还有呢 就是建筑啊 这高与城楼相齐的城墙 啊 然后兼顾大卫城的米罗 制造军器盾牌等等这些 他是符合神的道路 啊 那这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他是和整个的国中的首领 勇士和众民一起来保驾卫国 同仇敌开 而不是去找 想一些外门邪道啊 这边来来来来 拿个巫师来搞一搞 是吧 开发 是吧 开坛做法吧 或者说去啊 找些外邦人是吧 特别是埃及 是吧 求救兵吧 没有 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啊 但是他没有说啊 我就等着神好了 没有 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 来鼓励百姓 是吧 鼓励百姓告诉百姓 他们同在的 那是什么 加神 是吧 我们同在的才是更大 他们同在的是肉壁 是人的力量 是吧 我们同在的是我们的神 他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征战 什么叫帮助我们 为我们 也就是说要去征战 还得使我们呢 是吧 你是不能什么都不干呀 百姓 就靠犹大王西西加的话 安然无拘了 此后 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几 就差遣陈仆到耶路撒冷 见犹大王西西加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说 亚述王西拿基利如此说 你们以靠什么 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 西西加对你们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这不是诱惑你们 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 这西西加 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 吩咐犹大与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 在旗上烧香吗 我与我列祖像列邦所行的 你们岂不知道吗 列邦的神 何尝能就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 我列祖所灭的国 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 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 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加这样欺哄 诱惑你们 也不要信他 因为没有一国一帮的神 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 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西拿基里的陈仆 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加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啊 这个呢 这个西拿基里呢 就派陈仆呢 去啊 一个是见西西加 还有呢 就是呢 对耶路撒冷的有大人 啊 就是你们靠啥 是吧 你们呢 干嘛还不赶紧投降 是吧 还在耶路撒冷受困 还想着背水一战 还想着赋予顽抗 是吧 你这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是吧 哎 不撞难抢不回头啊 你们一定是被西西加骗了 西西加说 耶和华啊 我们的神币就我们脱离亚树王的手 他是在诱惑你们 想让你们呢 饥渴受饥渴而死 为他卖命 是吧 哎 他其实是想让你们为他卖命啊 这个西西加 你想想 这个西西加 他之前干什么事 他把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都废了 然后跟你们说呢 要在一个坛前境外 再起草伤香 你看 他做的这事啊 脑触怒了你们的那个神耶和华啊 这是非常有意思啊 实际上我们知道 西西加所废掉的那些秋坛和祭坛 那不是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 西西加废掉的是什么 废掉的是那些 外邦人的那些啊 那个之前他们供奉假神的那些秋坛和祭坛 你看 废去这个是符合耶和华 是耶和华的旨意的 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为终的事情的 然后让他们都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 是吧 这个是对的 然而 亚述王 西纳基利就是什么 故意歪曲这个事实 这就有点像我们有时候 我们常常看一些很多很多媒体啊 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 是吧 然后给你讲啥啥啥是吧 那其实你 你如果要相信他的灌输 你就 我就被他骗了 对不对 你就会被他骗了 所以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我们说经常会说 说这个 事实上瘾雄变 是吧 其实不对啊 事实常常是上不了雄变的 明白吗 因为这个事实 他摆在这里啊 那么不同的人看这个事实的时候 不同的人在阐释这个事实的时候 他就要靠他的雄变来改变事实 所以在这里这个西纳基利就是在靠他的雄变来改变这个事实啊 明明西西家做的事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为中的事 是吧 然后在他这里就把他变成是什么 他废弃了耶和华的秋毯和祭坛啊 然后呢 他再接着 他又干什么呢 他又给他们摆事实 啊 他 歪曲了事实之后 他现在来摆事实 他摆什么事实呢 他说你看 我和我列祖像列邦所行的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是吧 你看看 以色列北国不是被我们灭了吗 是吧 非礼士人不是被我们灭了吗 是吧 你们有大国的大小城市不是被我们攻取了吗 是吧 你看看 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 他们大大小小的那些那些列国 他们不都有神吗 他们哪一个神救了他们不都是被我们打败了吗 啊 我列祖所灭的国 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 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 你们的神跟他们的那些神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那些神都救不了 他们你们觉得你们的神能救你们呢 啊 我们的神才是最厉害的呢 是吧 哎 所以呀 不要叫西西瞎这样啊 欺哄诱惑你们 不要信他 没有一国一帮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 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你们的神更不行啊 还不如那些这列邦的神呢 啊 这个啊 你想想亚兰 是吧 当初你们被亚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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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凌 你们打得过亚兰吗 是吧 哎 很有意思 是不是 哎 那表面上看起来你会发现 哎呀 这好 真没办法选 这个反驳了 事实又胜于雄变了 是吧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西纳基里还摆事实啊 又摆事实又讲道理 是吧 但是 他所说的就是什么 眼见的就是实嘛 眼见的就是实嘛 就是说 你的这个把列邦那些都灭掉 是吧 甚至你把以色列北国也灭掉 你现在攻取这个犹大城 难道是因为你的神比耶和华神更强大吗 那些之所以会被你灭掉的 他们的神是假神 是吧 啊 那么耶和华神是真神 对吧 耶和华神是真神 那为什么你在来攻打真神的子民的时候 你也能取胜呢 因为耶和华神要使用你 来锻造 来管教 他的 选民啊 对不对 但是啊 西纳基里他懂这个道理吗 他当然不懂了 是吧 他就是觉得是生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我赢了 那我就厉害 是吧 他根本不晓得 他为什么会赢 所以他也就不知道 他注定会失败 对啊 我们现在你看 仍然这个诗上还有犹太人呢 是吧 以色列人 是吧 那亚树去哪了 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对不对 但是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觉得自己 我摆的是事实 是吧 那是吧 他根本不明白 背后的那强大的神的旨意 神的道路 所以这就是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道路 不认识神的人呢 他就会如此的狂妄 他根本都不知道 自己已经走在了一条穷途末路之上 西拿基利的臣仆啊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话 西拿基利也写信 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 西西加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 亚述王的臣仆用尤大言语 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 要惊吓他们 扰乱他们 以便取城 他非常有意思啊 就像那个 这个楚看相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这个韩信 四面楚歌包围流邦 是吧 那么现在呢 这个亚述王呢 他也是怎么样 让自己的那些啊 人呢 臣仆啊 是用尤大的言语 啊 用这个西伯 西伯来的那个这个话啊 来给耶路撒冷的人啊 去去这个洗脑宣传 哈哈 嗯 那实际上当时的这个通应语言是什么呢 是啊 雅述他们用的是亚兰语啊 他们不用亚兰语啊 因为用亚兰语讲的话 怕很多尤大人听不懂嘛 是吧 所以就是 人那个时候也有外交官呢 是吧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尤大这个臣仆啊 是吧 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啊 啊 这个也像啊 啊 这现代的外交官一样 应该是啊 就是什么呢 精通各国的语言 是吧 哎 那么这些内容呢 其实大家呢 就是可以去 复习一下啊 猎王级下啊 啊 猎王级下呢 就是关于西西加嘛 就是这个 呃 猎王级下的第十八章 啊 写的呢 就有更详细一些啊 也就是亚兽王怎么威胁耶路撒冷啊 什么派这个什么拉布杀基 啊 然后呢 这个啊 然后的这个等等啊 然后西西加王呢 怎么去啊 求问以赛亚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以赛亚呢 又怎么呢 就是啊 传达这个耶和华的话啊 这些呢 我们去复习猎王级下啊 这个十八章和十九章啊 我们在这里就不重新重述了啊 那么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西西加要做什么呢 是吧 哎 那么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惊吓他们 扰乱他们一遍取成吗 就是先要 这个 这个 换散军心吧 哎 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 如同论世上人所所造的神一样 他们以为耶路撒冷的神 以为耶和华也是像 其他列邦列国人所造的神一样的啊 西西加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 因此祷告向天呼求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树王营中 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 尽都灭了 亚树王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 进了他神的庙中 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 这样 耶和华就西西加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树王西拿基利的手 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又赐他们四敬平安 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于耶和华 又将宝物送给尤大王西西加 此后西西加在列邦人的眼中 看为尊大 那么这里就略写了 因为在《猎王记》下 这个二十九章里边写得很详细 那么在这里就讲 这个向神祷告 向天呼求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 把他们的大能的勇士官长将帅 尽都灭尽 是什么当夜 在亚树营中就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一看 就都是死尸 然后呢 这个亚树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 住在尼尼威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 叩拜他的儿子 雅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 然后他的儿子以撒哈顿 接取他作王 这个是在《猎王记》下十九章里边 记载的 大家回头可以去复习一下 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亚树王呢 在他自己的神的庙中呢 被他亲生的两个儿子杀了呢 这件事其实并不是当时立即发生的 实际上是他撤兵回去之后 又过了二十年才发生的 在这二十年之间呢 这个亚树王又多次发动战争 大大小小的战争 怎么也要有个五六次啊 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再来啊 这个威胁到耶路撒冷啊 因为什么 因为呢 耶和华赐他们四尽平安啊 呃 然后我们看啊 那时西西加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 是他一个兆头 西西加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 并耶路撒冷 但西西加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 就一同自卑 以至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加的日子没有临到他 西西加大有尊荣之才 建造府库 收藏金银宝石香料 盾牌和各样的宝器 又建造仓房 收藏五股新酒和油 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卷 并且建立成艺 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 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 这西西加也塞住积训的上缘 饮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 西西加所行的事尽都横通 唯有一件事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加 访问国中所现的奇事 这件事 神离开他 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内如何 西西加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 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 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 西西加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 他死的时候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 他儿子马拿西 接许他作王 这是历代之下 32章 32章比较长 那么我们来看 这里记录了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西西加病得要死 祷告耶和华 是吧 耶和华应允他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猎王记》下20章里 写得很详细 就是西西加重病 是吧 那么耶和华让以赛亚告诉他 你要死了 是吧 不能活了 结果西西加就祷告 是吧 大哭 痛哭 结果呢 耶和华就应允他 应允他呢 我再给你增加15年的寿数 是吧 还要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手 是吧 保护这城 所以我们就可知道 这个纳使就是指 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地 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个时候西西加也病重 将死 那么所以呢 这个神呢 就又给了西西加15年的寿命 而且呢 给了他一个兆头 就是一个啊 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 一个证据吧 就是说你日影啊 这个倒退 是吧 就把这个 把这个日影呢 就是给他了 后退了十度 这个是啊 这个日轨啊 就是 本来是啊 向前进的 结果向后退了十度 表示神的话 是 是会应验的 在给你家15年的寿命啊 那么 但是呢 西西加呢 受到了如此大的恩惠啊 他却没有 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 耶和华 反而心理骄傲 那这个心理骄傲呢 就是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巴比伦的使者 来见西西加的时候 是吧 西西加呢 就把的这个家里啊 自己的什么呀 宝库啊 里边的金子 银子 香料啊 高油 武库里边的一切的军器 所有的财宝 国中的一切都展示给 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 那他在这个展示的时候 他唯独 单单没有展示什么 他对神的 敬畏 他对神的依靠 他其实展示的时候 你看我多厉害呀 是吧 我这个是吧 这个兵强马壮 是吧 我财力丰富 咱们要结盟吧 我们一起来对抗那个亚述吧 他没有去和埃及结盟 但是他就和巴比伦结盟 是吧 巴比伦 也是外邦啊 是吧 那么结果呢 对吧 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 是吧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 继续到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并且从你本身 所生的众子 其中也必有被掳到 巴比伦王宫去的 要当太监 这是后来 15年以后 这事就应验了 所以呢 这件事情啊 也是在 《猎王记》下20章里边 有详细的记载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那就是神呢 离开他 要试验他 知道他内心如何 他内心如何呀 骄傲了呀 是吧 他心里骄傲了呀 他心里骄傲 就是他把一切的胜利呀 什么的都归荣耀给自己 我们说前面在讲 西西家的时候 就有一句话 就是说他效仿 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我们会发现 真的是这样 大卫不是也是吗 大卫也是当他 后来强胜了之后 是吧 然后他就归荣耀给自己 然后呢 就让约亚去赎典以色列人 对吧 约亚说你不应该 这民是耶和华的民 你不应该去赎典 又不打仗 又不干嘛 大卫还不听从 这个约亚的劝结 也是他骄傲啊 是吧 那么当然 神的愤怒 没有历史临到西西家 西西家还是寿终正寝 而且之后也没有出现 在他活着的时候 是吧 这个亚述也好啊 巴比伦也好啊 都没有来攻打 这个 这个犹大国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他 觉得心里骄傲 一同自卑 什么意思呢 认识到了啊 所以呢 你看当 以赛亚对西西家 说了神的这个 审判之后呢 西西家说啊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 甚好 若在我的年日中 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岂不是好吗 也就说明什么呢 他承认自己做错了 认罪了 是吧 那认罪了 所以就怎么样呢 就 得到了神的 一种 一种什么 可以把这个 惩罚向后 再延 延一延 后延一下 这个愤怒呢 就没有在他 活着的时候 没有在他 活着的时候 临到他 那是 那有人可能说了 那也不公平啊 那他犯的罪 是吧 他活着的时候 因为他认错了 是吧 然后就不临到他 就临到他的子孙 他的子孙又何辜啊 这不是太无辜了吗 如果他的后世的子孙 能够像他一样 行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 为中 为你的事情 为善的事情 那这就是还会往后延吗 对吧 但是如果他的子孙呢 不像他 一样 比他更 骄傲 那就速速 是吧 心仗旧仗一起算了 因为大家要注意啊 耶和华 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不轻易发怒 那所以说 一旦就是 我们看到 我们感受到 耶和华发了怒了 那就说明什么 你真正的 已经是罪无可赦 罪有应得 连不轻易发怒的耶和华 都没有办法 再 不乏怒了 你就可以想象 那个罪 大恶极 到什么程度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有很多人呢 就是在这里 关于这个西西家的死 死啊 西西家又求了15年的寿命 这个啊 我觉得这种说法啊 还是挺有道理的 那也有的人不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啊 就是说 西西家如果 在他病重的时候就死掉 那他的一生呢 从他个人而言 他的一生真的是完美的一生了 没有骄傲 在很谦卑的时候就死了 然后没有骄傲 但是呢 他没死 是吧 他向神 神已经告诉你要死了 是吧 你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呀 是吧 你要是吧 这个这个留下一命 是吧 与你的家 也就是说 你该立谁做做王 就立谁 是吧 哎 那你该死了 你就走吧 我把你接走了 可是西西家他不愿意 是吧 他不愿意 他哭啊 说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 我在你面前 怎样从完全的心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然后嚎啕打哭 痛哭 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呀 是吧 所以耶和华就 就应允了 他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 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 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树王的手 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会的 大会的缘故 必保护这城 然后西西家又多活了十五年 多活了这十五年 他干了什么事啊 多活了这十五年里 巴比伦的使者来了 他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财宝和武库 于是种下了祸根 他觉得远方来的巴比伦是吧 做不了什么 结果后来呢 犹大南国就是被巴比伦灭国了 把整个犹大的那些以色列人迁居 离开犹大 离开耶路撒冷 这是一件事 这是他如果他当时死了 这事至少不会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 他的儿子马拿西 他的儿子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十二岁 登基的时候十二岁 那有一种说法 说如果是在西西家死后 马拿西登基十二岁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马拿西呢 是在西西家重病之后出生的 因为他重病之后 他又多活了十五年吧 那么是重病之后出生的 应该是在他这个活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就登基 然后西西家和他共同执政了几年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马拿西登基的时候 十二岁 那个时候就是是有相当长的时间 和西西家共同执政 那有可能马拿西并不是在病重之后出生的 但是也应该是在什么呢 在病重之后 他选中了他 让他来跟他共同执政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西西家呢 这个我们就是猎王纪 我们应该读过呀 马拿西是什么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 是吧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 外邦人所行可赠的事 他把秋坛重建了 是吧 还给巴黎祝坛 还做亚世拉像 还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敬拜天上的万象 还呢 就是什么用 他的儿子经火 观照 用法术 立交诡的 和行巫术的 可以说呢 这个马拿西 是犹大国里边 数一数二的坏王 如果西西家要是在 那次重病之后就死了 可能就不会有马拿西这个坏王 做王这件事了 很有意思是吧 也就是说呢 西西家在他将死的时候 他不想死 他拼命的哀告耶和华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仍然还是觉得 活着比死了好 是吧 仍然觉得在地上的 那些荣耀 是吧 我这个 我还可以有娇妻美妾呀 是吧 我还可以呢 这个是吧 这个 享受天伦之乐 儿孙满堂啊 我还可以呢 这个 这个冲锋陷阵 耀武扬威 然后显示我的聪明才智啊 等等 他留恋的是什么 是肉体的 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哎呀 我死了一代一夜 这个油大国怎么办呢 是吧 地球离了我 七七家还转不转呢 是吧 所以在这时候 这样对属世界的这种留恋呢 反倒让他多活的 这15年 其实非但没有更好的建树 非但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美 非但没有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完全 反而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而且败坏了自己一生的完全 哎呀 所以啊 这个什么 人呢 就是追求 追求长生不老 是吧 追求永远健康 永远年轻 是吧 就像这很多人 就会去整容啊 是吧 怎么样 是吧 最后的结果 就会发现很多人 整容整容整了 整来整 整容上瘾 最后整 最后发现 鼻子塌了 眼睛歪了 是吧 脸僵了 是吧 其实这也是一种啊 很典型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就像西西家啊 该死的时候不肯死 是吧 哎 那么 好 一和华神神说 既然你非要活 是吧 那就按照你的心愿 让你活下去吧 你就能看到你活下来 多活着15年 带来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啊 你为什么要向神求 你为什么要向神求 你向神求 求健康也好 求长寿也好 求财富也好 求聪明也好 求能力力量也好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求 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看西西家为了什么而求 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求 他不是为了为主做工而求 所以他自己得到的东西就败坏了他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而如果你只爱你自己 你只爱呢 肉体的情欲 眼眸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那么你就不会得到益处 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啊 我是肉丝石金霞 今天是2023年7月28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者发报的节目 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PayPal 赞赏我 支持我的事工 爱你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